照顾你们特别是外侧的这个生活的一些东西 有什么想对这个悠悠说的话呢 悠悠就是他从我认识他的时候打职业他就一直陪着我 就无论是我去什么比赛什么现场他都会来帮我加油 然后他很想看我拿一次冠军 所以这一次希望可以拿到冠军吧 然后平常悠悠会照顾我太多东西了 就我生活上的细节包括什么换衣服啊买衣服啊 我从来都不买衣服的都是悠悠去帮我买的 然后悠悠还会做饭给我吃 然后经常陪我 然后虽然他有时候会让我带他打游戏 但是自从我打了职业之后 他基本上都没有提过这个要求 因为他知道我要训练他也很乖 因为一般都会陪女朋友玩嘛 他就一直就从我要打赛三的时候 他就一直没有让我陪过他玩游戏 然后还一直陪着我 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懂事 然后我很爱他就这样了 那又有什么想说 会不会觉得男朋友是一个职业选手 非常的辛苦啊非常委屈 其实会蛮少见面吧 然后就是平时他在上班的时候 就可能话都不跟我讲 然后就他每天睡觉的钱会打个电话给我 然后如果他赛三打完之后 我会觉得自己熬出头了 我想每个街上的女朋友都会有这种感觉 然后我这半年基本都没怎么见过他 然后很多时候在现场有工作嘛 就像这次也是刚好有工作 然后才可以陪在这边 不然的话也要去学校啊很多事情 然后以前是有表演 就刚好工作会有那个衔接庆码 然后就可以在工作的时候见见面 还是蛮好的 如果工作了见不了面 然后平时还见不了面 我觉得就是 这个男女朋友谈的还蛮难受的 所以说 如果不是没得选 就没有选业选手了 会真的会真的会真的比较辛苦的 他没有办法照顾到你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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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